本欄目由劣志文超大规划社区 ViuStar郡院特约播出 ViuStar郡院准线房 本地买家仅需10%定金 垂巡热线604-630-6668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2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案交叉盘问证人聆讯 28日有第二名证人出席 他是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官员柯克伦 他接受盘问时说 他在不知何故下 把写有孟晚舟手机密码的那张纸条 连同手机交给皇家骑警 这基本上已经违反隐私法 而由边境局人员先盘查孟晚舟 之后再由其性逮捕 这是延误了对孟的公平对待 柯克伦说 他并非有意将孟的手机密码与其景分享 他在2018年12月1日负责对孟晚舟进行第二关检查 与孟晚舟相处的时间达144分钟 柯克伦说 是他负责接收孟晚舟交出的手机及电脑 孟只记得华为手机的号码 但不记得iPhone手机的号码 孟就提醒 iPhone手机号码其实是存在他华为手机的联络簿内 孟晚舟并提供了两只手机的个人密码 出庭作证的边境服务局官员 柯克伦还说 在接收手机时同时要求抵达乘客提供密码 是第二关检查的正常程序 但他若知道该既有孟手机密码的纸条 后来会连通手机及他的电子设备交给皇家骑警 他会立即有所动作 他说 我想我会马上将纸条取开 因为皇家骑警不能有该张纸条 基本上这已违反隐私法 柯克伦做公示指出 边境服务官员只是单纯的在孟晚舟被逮捕之前检查孟晚舟 因为边境局怀疑孟晚舟涉及重大犯罪 并有可能是需针对间谍活动目标 这两项怀疑均让边境局需要对孟晚舟进行检查 他和他的同事 在孟晚舟抵达温哥华机场前一小时才收到通知 知道皇家骑警计划逮捕孟晚舟 他和同事很快地在内部资料库搜寻 结果发现孟晚舟被列为国家安全警戒级人物 随后他上网寻找孟晚的背景资料 从路透社文章得知孟在美国面临的控罪内容 大致知道他被美国只违反对伊朗的禁运规定 另外他还读了彭博社的文章 克伦克提到 他注意到澳洲禁用华为的5G 新西兰亿也禁用华为的科技 华为当时在英国亦有可能背禁 于是他认为孟晚舟担任财务总监的华为 是各国注意的目标 也因此他知道孟晚舟是大人物 而孟案会是一宗国际的大案 克伦解释 边境服务局是不做刑事调查的 但就必须要调查他们怀疑的人物 是否应依法被拒入境 边境局怀疑某人并要求检查时 并不需要向法官申请搜查令或者逮捕令 他说一旦怀疑某人不应入境 这时就需要对内入境人士进行检查 边境局对皇家骑警说得很明白 那就是骑警在边境局做拦查时 只能在一旁观察 不能从中干预 在孟晚舟飞机抵达之前 他曾顾虑到 如果延后逮捕孟的时间 有可能被视为侵犯他的人权 他还曾对一些人提到这项顾虑 他说边境局的检查有可能被认为 是延误了对孟的公平对待 不过柯克伦相信 边境局的检查并无非法之处 被问到那张写有孟晚舟密码的纸条 后来为何转给皇家骑警 柯克伦说 通常他会将那张纸条还给提供密码的入境者 并要求对方在检查完之后更改密码 他开始并未留意 显有孟晚舟手机密码的纸条不见了 一直到边境局在多天之后检视孟晚时 他才发现纸条已经不见了 被问对孟晚舟接受检查时的整体印象 他说孟在接受检查时表现冷静 且态度愉快 当孟被问到 是否知道为何需要接受第二官检查时 以及在入境其他国家时 是否被海官检查的经验时 孟说自己有在被美国被检查的经验 并说已有三年时间并未去美国 柯克伦说 孟当时依然持有有效的美国签证 但他已三年未去美国 孟上次去美国已是2015年 可可伦28日接受检查官盘位时对答如流 思路清晰 他指自己有参与执行法庭命令的经验 其中一次还上了CBSA的电视实际秀 将于下周二进行的美国大选举事关注 作为邻国及盟国的加拿大自然非常关心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惠兰表示 美国的选举结果对加拿大很重要 政府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相关对策 据Nerd City报道 方惠兰周三28日在多伦多举行的环球论坛上承认 下周二美国的大选结果将对加拿大影响巨大 无论是川普胜选连任还是拜登成功当选 对加拿大而言都意义非凡 方惠兰说 我想向加拿大人保证 就像2016年一样 我们已经为任何可能的选举结果 进行了相当认真的准备 方惠兰表示 加拿大政府已经花费大量时间 分析了每种可能的选举结果 以及他们对加拿大的意义 他还补充说 像过去四年一样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加拿大政府都将继续处理好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上周 总理特鲁多也表达了类似的信息 他向加拿大人保证 正在为一系列突发事件做准备 其实就加拿大人而言 他们已经明确表示 在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 他们更喜欢谁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如果要加拿大人投票 竟然只有14%的加拿大人会投票给现任总统川普 加拿大麦克林杂志本月初的报道称 由新闻机构338Canada委托民调公司 在问箭中问道 如果你可以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投票 你会投给拜登还是川普 调查结果显示 72%的加拿大人表示 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只有14%的受访者表示会投票给川普 另有44%的人没有表态 而在已经决定给谁的加拿大人中 投票给拜登的比例更高 达到84% 投票给川普的加拿大人只有16% 从全国来看 除了阿尔伯塔 有更多的人愿意投票给川普之外 其他各省都是一边岛 如果可以投票的话 他们会投给拜登 加拿大中年组的人群 似乎更喜欢川普当选 反而年轻人和55岁以上组的人群差别不大 也大多希望拜登当选 从加拿大联邦各党派的支持者来看 只有联邦保守党的支持者 更希望川普胜选连任 其他政党的支持者差别不大 这项调查在9月25日至27日之间进行 有1514名加拿大人参加 网上有人问 人生最重要的生活必须品是什么 点赞最高的答案非常直白 钱 的确 人这一生能用钱捍卫尊严 换取选择权的时刻实在太多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各行各业都陷入了两难 很多人失业连房贷或房租都难以支撑 但是多伦多live今天却报道了一位华人小伙 奥斯汀叶95后的他 毕业仅仅三年就买下了20套房 过上了躺赢的人生 华重点 这位华人小伙可不是什么富二代官二代 正经平民家庭出生 普通工薪阶层 甚至还有一些拮据 他的父母都是印度长大的华人 1970年移民加拿大 奥斯汀说成长过程中自己似乎一直买不到想买的东西 所以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牙医 挣很多的钱 这样就不会再担心钱的问题 就是想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每当想要任何东西时就能拥有 这个想法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 奥斯汀也确实一直在为实现目标努力奋斗 201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后 进入多伦多大学主修 Co-op Management Program专业 其实他已经足够优秀 父母和身边同龄人对他都非常佩服和羡慕 但很遗憾 这些全都不是奥斯汀想要的 他的心智和期许 就不是找一份年薪不错的稳定工作 拿着固定的薪资 然后按着年资也业绩爬升的生活 他渴望生望和金钱 所以决定转入金融领域 那段时间 已经大学毕业的奥斯汀在RBC银行 做Commercial Banker 年薪7万 但他丝毫不快乐 偶然的机会受到YouTube上关于 被动收入 次贫的启发 开始涉猎房产投资 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机缘巧合 他首先在温莎买了一套三室一位的独立屋 总房价是13万 首付是2.6万 当时他还在银行工作 和父母住在释迦堡 买房子需要装修 他也没有经验 就惊人推荐找了装修商 不过装修之路并不顺利 原本打算花1.5万装修 为期一个月 结果却耗时三个月 装修费竟然高达2.5万 无奈之下 他找自己女朋友和父母借1.3万 还上了装修款 所幸的是一切都比较值得 装修之后 房子的身家涨了近5万 拥有第一套房产后 奥斯汀的投资事业才刚刚开始 不过他后面的房产投资也越来越顺 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 他并不急于卖房 而是将房产重新贷款 通过再度贷款的钱 他又买了一套房产 然后一直不断重复这轮操作 买房装修二次贷款出租 当然除了个人购买 他也接受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购买 但这次疫情 他坦言又上了一刻 他一度觉得自己会躲不过这次大危机 但万幸 他所有的租客都能够支付房租 就这样 奥斯汀在毕业后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 先后在温莎购买了18处房产 并在多伦多购买了两处房产 价格从13万到65万不等 租金在1400至4000左右 所有的贷款全都用租金来偿还 一直到现在 这些房产的贷款总额约500万加元 奥斯汀每月用房租还款后 还能剩下4000的收入 真正过上了躺着赚钱的生活 因为疫情 奥斯汀在银行的工作已经全都转移到家里 这也为他节省了更多的交通等开支 他将薪资以及投资赚到的钱全都存了起来 以期寻求更好的用处 如今 家里的财务状况已经比较理想 他说自己下一步的目的 就是让辛苦一辈子的父母早点退休 最好两年内就能退休 毕竟华人的意识里 孝导尤为重要 同时他也希望能更快地彻底实现财务自由 原自己而实 想买啥就买啥的梦 奥斯汀清楚 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几年的投资经历 给了他经验 也给了他教训 他相信能走得更远更稳健 约克区警局今天发布新闻稿 公布在今年夏季的Project Greensweep行动中 在万景 King Software和East Green Bourbon等多个市内和市外大麻种植场 执行了15项的搜查行动 共缴获非法大麻28,964株 和收成大麻3990磅 市值约1.5亿元 行动中警方逮捕了37人 并对他们提出了67项指控 包括种植用于贩卖 拥有用于贩卖 未经授权拥有武器 未经授权拥有枪支 不小心存放枪支等 警方称 如此庞大数量的大麻全都用于黑市交易 由组织犯罪团伙通过医用大麻 获取法规的漏洞 进行非法大麻交易 获取巨额利润 为这些犯罪集团的其他方面提供资金 包括冰毒 可卡因和枪支 警方的行动中还缴获了七只枪械 两把弓箭和一把能量武器 警方还在一处种植场内发现了多只败来动物 包括三只袋鼠和两只斑马 动物管控部门已经接手进行处理 有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约克区警局局长Jim说 非法大麻在约克区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居民经常举报这些大规模的室内和室外种植活动 由组织犯罪继续利用加拿大卫生部过时的医疗许可系统 为他们获得巨大利润 我们知道这将导致暴力 并为社区中的其他犯罪活动提供资金 警方表示 我们继续鼓励市民举报可疑的非法大麻种植 我们将调查收到的所有线索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